約上面去走 沒有問題 青草這邊是不是也有想要說一些話的 目前只回答他公司上的問題 因為今天也是大家都受到很多的騷擾 包含就是我今天下午有一個很重要的Case 你願意這樣都先暫停 我要先起來澄清 不然我怎麼去講 大家都不會相信 因為媒體新聞顯成這樣 所以就很納悶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 都不做任何的證實 就直接去亂報呢 難道台灣現在變成這樣子 是為了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新聞就只看中天 我也只來中天 因為他都報最正確的新聞 他不會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所以其他都是亂報啊 而且還有很多 像什麼 我不好意思喔 東升新聞的 他寫 轉傳 進傳媒 以上不符合本台報導 那請問一下 那你轉傳是為了什麼呢 騙點擊率嗎 點擊率嗎 還是他只是要規避法律責任呢 所有報出來的 我一律提告 因為這已經完全傷害到我很大的名譽 也傷害到我員工 傷害到我的家人 全部人都在問 我今天所有的行程 全部都delay掉 所以我要慎重的一大早就直接去警局 直接報案 還捍衛我的清白 我也不需要去道歉或什麼 因為我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該道歉的是這一些亂報的人 謝謝 你合約可不可以秀給鏡頭看一下 沒問題啊 而且他說如果有吸金上億的話 麻煩請檢察官去查我的戶頭 有沒有吸金 有沒有錢進來 就是很清楚 所以他們購買等到這個合約都會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就是三萬五千塊錢一次買斷 那是買斷 那如果月租的話才一千塊 所以也不會有這些問題 月租就不用協任的合約 對 所以他只是說 我只是買你的服務 然後我買一次就好 不用後續再一起追加 對啊 因為你買斷就不需要 OK 那目前有退款過的任何記錄 沒有 完全沒有 如果有我就會知道 但是沒有 而且他也要把發票跟合約一起拿來 我們才能退款給他嘛 但是也沒有人找這個問題啊 那你們有想過說 那個所謂投訴人是何方神聖嗎 之前在三月份有一個 我們都沒有聽過的一個 報導好像什麼 反正他就是 我沒有聽過那個報導是什麼 一個很小的報導 他就一直要說我們是詐騙 但我們回應他說那不是 然後他還硬要說我們是 但是他這次的投訴者的東西呢 跟他報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已經也去提告了 而且那個昨天打來那個 他說他是 鏡週刊的那個媒體 他說他是那個記者 他也去講了這些東西 他說那投訴人 他講投訴人A 他去提告了 那如果去提告 麻煩他去提告給我 因為提告一定有報案三連單 一定有任何問題 而且我現在應該不肯開機車 一定就是在警局被問話了 而不會去做任何提告 而且大家就想想嘛 你已經吸一金好幾億了 新聞報出來了 你是先跑嘛 怎麼趕緊去報案跟開記者會呢 誰是澄清呢 早就跑掉啦 我怎麼還會去澄清這個東西 所以很好笑 查金流就知道 只是今天這一個 真的對我傷害很大 之前人家亂寫亂報 我都不想講 因為那是別人的工作 我們要尊重對方的工作 但是他傷害太嚴重了 傷害到我所有身邊的人的時候 我一定要為了這個去捍衛他們 然後站出來跟大家講 那請問大家還有什麼樣的疑問嗎 扯到桃子的部分 你有沒有覺得蠻難的 我覺得他已經蠻無辜的 其實新住民來台灣 來工作 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呢 為什麼一直被這樣子鄙視 只是因為他的身分嗎 現在不是都地球村的時代了嗎 為什麼還要這樣子分 你是哪裡人 你是哪裡人呢 對不對 那如果什麼都分你是哪裡人 你是哪裡人 台灣賺台灣人的錢 那奇怪了 為什麼你自己不努力呢 都要怪到別人那邊去 我覺得這個不是為他自己的 成功找理由 而是為他自己的失敗找藉口 所以他一直想去 那個詆毀外籍新娘 或是說詆毀那個 不是台灣的人 就算他是台灣人 大家現在也是會去詆毀 為什麼 因為只要看到人家過得好 大家就會仇富 每一個誰不是真的很努力去工作嗎 所以你說扯到他 我覺得也替他也覺得難過 為什麼 因為他一個人來台灣 他之前的那些事情 大家新聞都有 大家也都知道 他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的在想做自己 可以把事情做更好的事情 他也去越南 宣找台灣的觀光 宣找台灣的東西 一個幫台灣 愛台灣的人 還要被想成這樣子 為什麼 我也不懂 難道我們有沒有要出來選舉 為什麼要爆這種奇怪怪的東西 就很莫名其妙 所以新住民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台灣會有很多新住民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很多工作是台灣人自己不做的 所以才會有外勞 才會有新住民 才會有幫忙運作 大家都是為了台灣 為了愛台灣 而去做建設 哪怕做任何掃地的事情都一樣 都是在幫台灣做任何建設的問題 像建築工人也是啊 也是為了台灣 愛台灣來幫忙做建設 他一樣是來賺錢 但是他沒有功勞有苦勞 他也是為了台灣而建設 所以沒有必要去說 他是哪一個人 就對他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必要 我們台灣人最美好是什麼 人情 怎麼現在變成這樣子呢 變得都一直在謾罵 污辱 那個 只需烏有這些事情 為什麼 我們到初心 我們根本到底在哪裡 怎麼因為事情全部都變 難道是其他的 在炒作什麼東西嗎 我們就不清楚 但是我只能說 新住民在台灣真的很辛苦 他們工作一定比台灣人難找 他們做任何東西都比台灣難用 但是他們比台灣人努力 很多新住民早上他去開店 去賣那個 比如說以院來講 他去賣佛 然後下午呢 他還去帶小孩 還去用很多東西 然後還做好幾份工作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像上面還有寫說 他來台灣非法工作 他都拿身份證拿多久 為什麼拿身份證 拿台灣身份證是非法工作 我也不太懂 而且都是大家都有報稅的 如果非法工作會需要報稅嗎 都拿健保卡的 難道真的是非法嗎 我覺得莫名其妙 對 剛剛那個董事長已經是幫我講過了 我也是覺得 對阿 我就是跟大家說 新入民在台灣 真的很辛苦 就像我一樣 我每年努力工作 希望大家能 多多給我們一些 就是關愛 然後也 先這樣子 請問一下說 怎麼會想說 從演藝事業轉來 這邊 一起研發 就是 很多藝人都是要做的事情 不是嗎 就是要有副業嘛 演藝事業就是不穩定 有時候就空檔很多 所以我才會 就是想要去做另外一個工作 那我也 當然也希望演藝事業能很多啊 但疫情現在越來越少工作了 所以 得要去找不同的方式來賺錢過生活嘛 我們每天都要努力嘛 像我早上八點要起床 要準備工作嘛 那跟大家一樣 我是一個新住民的身份 我要比台灣本地人加倍努力才能過 真的是這個樣子 像我的新住民姐妹也是 就是 都不想要休息了 都沒有公休的時間 都是每天都在工作工作 對 那會不會覺得說 因為疫情影響 就是通告件比較少 他這個一定有 但是他們還是都會捐款 給那些流浪貓流浪狗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努力 我們大家都在努力賺錢 就是因為我們努力賺錢 我們是要多的錢 去捐給那些流浪貓流浪狗 還有去育幼院 我們有捐給育幼院 老人院 我們不只台灣政府 我們越南又捲 所以 所以 我們可以請透支他 就是本人幫我們講 通告這一部分 跟誰 我們通告的是 在這邊我也很感謝一些製作公司 也就是三不五事也發我通告 那上節目的都是講 就是外籍的一些故事 一些在台灣的生活 那我希望能多接一點工作 也是可以接一些戲劇 像以前我都是一件外籍新娘的女主角的角色 那現在越來越少投資拍電影電視 那希望大家能多多發我們這些通告 或是像什麼代言我還是有在接 有業配我也是有在接 有沒有算過可能 就是時間公司 跟現在的照片 不能接 因為有時候很多 有時候也是空檔 像以前拍完電影之後也是空檔 很久啊 對啊 大家也都差不多吧 對啊 那拍完電影電視就要等 看看能不能入圍啊 入圍就是一個鑰匙打開 你的就是之後的代言什麼的啊 對啊 應該差不多吧 大家都一樣 報道如果怎麼寫 就相信報道的話 那也很奇怪 那我看到那些富豪 我都每個都叫爸爸 難道我覺得他的兒子嗎 不可能啊 對不對 如果真的 像大家希望可以看到的結果怎麼樣 OK嘛 那等我們之後真的有這樣的關係 或這樣的結果 那我一定跟大家公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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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臺灣以前很廣闊 另外的話 heroes 咦? 咦? 咦?不會 咦? 現在已經變超短 短了大概兩三個月 都長長一點 都長長一點啊 咦? 沒有之前大概一次 我就兩三個月就每個月休息 對不對 我剛剛第一集就問了 說有沒有人機 然後就就不回家 咦? 那就是那時候那個好像是 咦?好像是他們家去做 就像是他們家去做 那些農工 用了移露民生的過程 那些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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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移露民生的過程 那些農工 有你 那些農工 就先問好 那些農工 這次農工 我還給他 做到 那些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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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然後 那些農工 有一些農工 它是沒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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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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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所有的 有没有 所以今天也是 感谢观看 所以我要 有没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他还 想想想嘛 請問大家還有什麼樣的疑問嗎 扯到桃子的部分 你有沒有覺得蠻難的 我覺得他已經蠻無辜的 其實新住民來台灣來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呢 為什麼一直被這樣子鄙視 只是因為他的身份嗎 現在不是都地球村的時代了嗎 為什麼還要這樣子分你是哪裡人 你是哪裡人呢 對不對 那如果什麼都分你是哪裡人 你是哪裡人 你來台灣賺台灣人的錢 那奇怪了 為什麼你自己不努力呢 都要怪到別人那邊去 我覺得這個不是為他自己的成功找理由 而是為他自己的失敗找藉口 所以他一直想去詆毀外籍新娘 或是說詆毀不是台灣的人 就算他是台灣人 大家現在也是會去詆毀 為什麼 因為只要看到人家過得好 大家就會仇富 每一個誰不是真的很努力去工作嗎 所以你說扯到他 我也替他覺得難過 為什麼 因為他一個人來台灣 他之前的那些事情 大家新聞都有 大家也都知道 他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的在想做自己 可以把事情做更好的事情 他也去越南宣找台灣的觀光 宣找台灣的東西 一個幫台灣 愛台灣的人 還要被想成這樣子 為什麼 我也不懂 難道我們有沒有要出來選舉 為什麼要爆這種奇怪怪的東西 就很莫名其妙 所以新住民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台灣會有很多新住民工作 為什麼 因為很多工作是台灣人自己不做 所以才會有外勞 才會有新住民 才會有幫忙運作 大家都是為了台灣 為了愛台灣 而去做建設 哪怕做任何掃地的事情都一樣 都是在幫台灣做任何建設的問題 像建築工人也是啊 也是為了台灣 愛台灣來幫忙做建設 他一樣是來賺錢 但是他沒有功勞有苦勞 他也是為了台灣而建設 所以沒有必要去說 他是哪一個人就對他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必要 我們台灣人最美好是什麼 人情 怎麼現在變成這樣子呢 變得都一直在謾罵 汙辱 那個 只需汙辱這些事情 為什麼 我們到初心 我們根本到底在哪裡 怎麼 因為事情全部都變 難道是其他的在炒作什麼東西嗎 我們就不清楚 但是我只能說 新住民在台灣真的很辛苦 他們工作一定比台灣人難找 他們做任何東西都比台灣難用 但是他們比台灣人努力 很多新住民早上他去開店 去賣那個 比如說以院來講 他去賣佛 然後下午呢 他還去帶小孩 還去用很多東西 然後還做好幾份工作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像上面還有寫說 他來台灣非法工作 他都拿身分證拿多久 為什麼拿台灣身分證 是非法工作呢 我也不太懂 而且都是大家都有報稅的 如果非法工作會需要報稅嗎 都拿健保卡的 難道真的是非法嗎 我覺得莫名其妙 對 剛剛那個董事長已經是 幫我講過了 我是覺得 對 我就是跟大家說 新入民在台灣 真的很辛苦 就像我一樣 我每年努力工作 希望大家能多多給我們一些 就是關愛 對 然後 先這樣子 是 問一下說 怎麼會想說 從演藝事業 轉來這邊 一起研發 在哪裡 就是 很多藝人都是要做的事情 不是嗎 就是要有副業嘛 演藝事業就是不穩定 有時候就空檔很多 所以我才會 就是想要去做另外一個工作 那我也 當然也希望演藝事業能很多啊 但疫情現在越來越少工作了 所以得要去找不同的方式來賺錢過生活嘛 我們每天都要努力嘛 像我早上八點要起床 要準備工作嘛 那跟大家一樣 我是一個新住民的身份 我要比台灣本地人加倍努力才能過 真的是這個樣子 像我的新住民姐妹也是 就是 都不想要休息了 都沒有公休的時間 都是每天都要去工作工作 對 那會不會覺得說 因為疫情影響 可能通告變比較少 他這個一定有 但是他們還是都會捐款 給那些流浪貓流浪狗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努力 我們大家都在努力賺錢 就是因為我們努力賺錢 我們是要多的錢 去捐給那些流浪貓流浪狗 還有去育幼院 我們有捐給育幼院 老人院 我們不只台灣圈 所以我們越南也有捐 所以 那這部分貼心套主辦 就是本人幫我們講一講 可以通告這一部分 我通告的是 在這邊我也很感謝一些製作公司 也就是三不五事也發我通告 那上節目的都是講 就是外籍的一些故事 一些在台灣的生活 那我希望能多接一點 工作一點通告 也是可以接一些戲區 像以前我都是一件外籍新娘的女主角的角色 那現在以前越來越少投資 拍電影電視 那希望大家能多多 就是發我們這些通告 這樣子 或是像什麼代言 我還是有在接 有業配我也是有在接 對阿 對阿 有沒有算過可能 就是一件公司 跟現在的 這個不能別 因為有時候很多的時候 也是空檔 像以前拍完電影之後 也是空檔 很久阿 對阿 大家也都差不多吧 對阿 拍完電影電視就要等 看看能不能入圍阿 入圍就是一個鑰匙打開 你的就是之後的代言什麼的阿 對阿 應該差不多吧 大家都一樣 對阿 報告如果怎麼寫 就相信報告的話 那也很奇怪阿 那我看到那些富豪 我都每個都叫爸爸 難道我覺得他的兒子嗎 不可能阿 對不對 如果真的 像大家希望可以看到的結果怎麼樣 OK嘛 那等我們之後真的有這樣的關係 或這樣的結果 那我一定跟大家公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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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